去年的8月8号是夏威夷冒移岛非常惨烈的一天 因为发生了世纪野火 造成超过百人罹难 7000人流离失所 今天届满一周年了 不过灾后的重建工作还是非常缓慢 只有部分的灾民找到了新家 专家学者也提醒 于是大火之后造成的水污染问题非常严重 农牧业都受到冲击 而海水里面也验出了金属元素 海洋生物的生存恐怕会受到威胁 强风吹起火星烟雾 铁皮在街道上翻滚 夏威夷冒一岛一年前的地域景象 至今立立在目 夏威夷州长葛林8日下令降半旗 悼念在野火中逝去的上百名罹难者 8月8日是贸易岛野火一周年纪念 罹难者家属拿起花酱坐上橡皮艇 在贸易岛附近海域撒花追到逝去的亲人 当地一棵拥有151年历史的老榕树 因2023年的大火带来的高温 导致叶子变黑 约有一半的树枝因水分流失枯死 为了拯救这棵老树 树医师与志工植入14个监测器 持续追踪树医在形成层与枝干间的流动情形 现在这棵树已重新长出枝叶 恢复生机 当时在野火中被抢救出来的12只鹦鹉 则被重新安置在贸易岛南侧的一处鸟舍内 茁壮成长在爬架上高歌与游客互动 不过现在的贸易岛依然挂满了野火罹难者的照片 和悼念花圈 灾后重建工作迟迟没有什么进展 目前只有部分受灾户 有房可欺身 夏威夷州长葛林表示 州政府贸易岛郡政府和夏威夷电力公司等 已经与受灾民众达成和解 将提供40.37亿美元的赔偿金 帮助灾民复原 2023年的野火不止导致数百栋民宅被毁 当地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华奥拉教堂 也未逃过火节 虽然大火为波及教堂旁边的公共墓园 但墓碑主人的记录资料都随着教堂消失在火场中 当局呼吁家属协助指认 贸易岛的生态及农牧业更在大火中受到严重的破坏 长期观测贸易岛海洋生态的科学家 他也指出野火过后 他们在附近的海水中发现了重金属元素和污染物质 虽然目前还不确定会对珊瑚礁造成何种影响 但当局若不尽快出手整顿 恐怕贸易到周围美丽的海滨景象 之后将只能永远留在游客记忆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